今天11月28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关大政券、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今早大市有什么支点? 今早大市的焦点我们会放在外围方面 特别美国将会有两个重要经济数据 重要经济数据就是包括美国PCE的通胀数据 甚至是美国的GDP数据 提提大家,美团今天都会公布业绩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内不讲低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出现回吐 市场观望星期四公布PCE数据 美股连升四个星期后 星期一在高位整股 到此轻微低开后一度跌109点 收时跌56点 收报35,333点 跌幅0.2% 纳指微跌9点 收报14,241点 标指收报4550点 微跌8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跌1.5% 欧洲股市都是向下的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焦点美股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Amazon和Tesla股价都是向上的 苹果股价要向下 Meta要跌1% NVIDIA股价升百分之一 收报482.42美元 Microsoft股价靠稳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各别发展 网易和百度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低 折合75.51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1%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0.5% 重上60元楼上 折合60.17元 另外理想小鹏和蔚来 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向下 跌89点 最新部33,357点 首月综合指数升12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52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19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现在最新是未跌41点 恒指到17,5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和Kimi谈谈外围情况 上日美国也有房屋数据公布 跟大家看看最新的情况 美国10月份新屋销售 按月出现了5.6%的下降 以年率计量679,000间 市场原本预计72万1千间 即是最新的数据就少过市场预期 资本市场解读 主要受到按揭息率高期的影响 另外楼价中位数 按年跌了17.6% 去到40.93万美元 美股方面 再有大行看好美股的前景 第二次说到 预计标普500 春年年底 有望升到創纪录的5,100点 是华尔街当中 它看得最好 他们说到 美股的股票现时 股值不高 而且盈利就稳步增长 Kimi你怎样看美股的前景 现在的利好的气氛 是否能持续到今年年底 甚至是春年年初 是的 如果你问我 现在已经到11月底 大家开始会2024年的部署 我自己2024年都会建议大家 将一个投资的焦点 放在成熟市场 成熟市场 如果在外围 大家会放在美国市场 如果是亚洲市场 也可以留意日本市场 如果大家有看 如果大家总体来说 港股昨天又不是太争气 昨天的港股在夜期的时候 都是要跌大概43点 大概这些水平 但其实美金 美汇已经由105.5这一个 心理关口的水平 已经穿樊向下 去到差不多103至104附近 所以照理来说 大家看到 美汇指数走弱 应该有来港股 但反而 艾太区市场 最近看到表现最好 大家除了会说 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印度之外 其实日本日经2.25 已经是回到前的高位水平 跟美股一样 但如果在成熟市场方面的投资 明年第一季度 可以将焦点放在 微股的科技股 因为我们都会看 它的股值 有机会再度闯新高 是的 刚才说到得意志 就是看好 未来的标指的前景 其实近日大行 都不止它 是看好明年标指的前景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因为今年 其实立志真的升了不少 那些大型科技股 其实大家有买的 不少朋友都在赚钱 好 在那个资产分配上 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你会建议大家明年 如果投资在美股方面 应该放在标指 还是继续集中在科网股 都会比较合适的做法 如果是三大指数 我们美股最主要 就会看一个指标 就是标普500指数 但标普500指数 由年初至今 已经升了18% 其实它的升势方面 还未跑赢这个纳指 所以总体上来说 我自己都会建议 下年就是将一个投资部署 放在成熟市场 例如美国的科技股 特别今年 大家原先看到炒得最热的 就是一些AI 智能科技有关的一些板块 原先今年整体来说 大家都是看到有加息 对上一次加息 美国到7月份 虽然之后都暂停 没有再加息 但大家要留意 有个问题 就是一直维持高利率的情况 所以Wendy最新说了 美国一些房地产数据 其实交投方面 都比较淡直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美国在维持高利率的水平之下 科技股应该要刨树 但是 反过来 今年总体来说 大家看到 美股在5至8月的情况 表现非常好 9至10月相对是一个调整期 大家原先在网络继续向下 但是去到11月的时候 从10向上 特别看到 纳指已经回到之前的高位 开始进行一个整固 但我认为突破向上的空间 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看一些芯片率的板块 因为上游方面 其实看到NVIDIA的股价 已经调整了几天 昨天再度上涨 如果真的想追回一些 股值比较低一点 也可以看它继续向上 可以留意安谋ARM ARM 原先是Softbank 自己旗下投资的芯片股 当时 Amazon 也会拥护 半芯股的投资板块 当时它上市的时候 也是美股 刚刚8月份高位 现在还未回到69元 当时高位的水平 还有大家可以看看 它这个大圆底 转向上 做了一个箱底 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如果你嫌NVIDIA 真的有点贵 想找一只有爆发潜力的 就可以看看 这只芯片股ARM ARM 或者Microsoft Microsoft 大家有留意 昨天股价再创新高 其实美股 你可以看到 在纳指总体上 有一个明映的反弹向上 就是由11月的时候 才反弹向上 但大家看看 Microsoft MSFT的图 其实它已经在10月份 开始足底反弹 明显向上 完全是跑赢了 标普500指数 以及纳指 因为它投资了OpenAI 之前大家看到 OpenAI 就是发生了 OpenAI版的Game of Four 就是一个权力斗争 看到CEO Sam 就是被董事局踢了出去之后 再回到OpenAI 但你看到 MSFT Microsoft 从头到尾都很支持 OpenAI的创办人Sam 反而你看到 OpenAI的投资 就是微软放了49%的股份 在OpenAI 有利不少人觉得 它是下一只NVIDIA 因为大家如果看 科技股的发展 由最初我们看到 差不多互联网 到现在元宇宙 到现在AI方面的发展 大家都会重点放在OpenAI 未来会开发一个叫做AIG 的程式 就是完全融入人体的生活 所以现在Microsoft 持有49%的股份 在OpenAI 大家如果在明眼中长线 那方面的投资 不妨看看MSFT 就未远了 好 这样说 刚才Kimi也提到 两个股份 大家值得留意 就是Microsoft 大家会注意 OpenAI的AGI 但你刚才也提到 上天也创新高 例如Arm和Microsoft 都是符合你刚才提到的概念 其实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买入位的参考 好 我们可以先讲一下Microsoft Microsoft 昨天收盘的时候 做378.61 大家看到完全是跑赢三大美股指数 下一个阻力位已经去到389元的水平 所以如果要买入 可以看看跌穿10天线 372至375元的位置 就是不妨买入 我看到目标价 就是会上穿到这个压力位389元的水平 至于ARM 你留意 其实它暂时 现在已经在左力位62元的水平 是有少少高位调整 因为对上那次大家看到 它创了这个新高 近期新高63.69 开始在60元至63水平 就是徘徊 留意如果买入价 去接近58元这些水平 可以进行一个短线的投资 就会看它去到IPO上市的时候 69元一个短期的目标价 好 这两个价位 即69和389 可以看到时间点是多久呢? 如果你问我真的做中长线 一个长远的投资 一定会先看微软MSFT 当初大家看到NVIDIA 为什么会列口高开向上 由差不多200多元 300多元 这个水平 一旦弹到400多元 500多元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它将Sales Guiding人向上 大家看到 芯片的需求 AI方面的需求 对于芯片的设业程度 非常大 现在 大家其实都会移去 Open AI方面的发展 其实大家看到CheckGPT 都已经开始有一个明显的盛行状态 连我们自己在港股方面 或者美股都有上市的百度 民心一言 今年8月份 已经开放给公众方面的使用 也看到BABABA 阿里巴巴自己都有开发的 一些类似Open AI CheckGPT的一些程式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微软是做中长期发展 所以如果断线 微软突破了目标价389元 流上这些位置 跌穿384元 不妨可以持有明年 2024年的第一季度 是的 Kimi刚才给了两只股份 以及两个买入价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让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 昨天三大指数是各别发展 科指向上 恒指向下 恒指高开118店后 要倒跌 最多跌201点 收市跌34点 收报17525点 跌幅0.2% 国指跌15点 收报6025点 科指则跑赢 微升6点 收市报4031点 升幅0.17% 大使全日成交759亿 北水连续第二天 是陆德镇流入 金额昨天有3亿5千万 最多北水正入的是中芯 金额有2亿2千万 中海有2亿 小鹏汽车有1亿元的北水 陆德镇流入 一起看看正流出 腾讯有4亿元的北水正流出 中国移动有2亿5千万 理想汽车有2亿2千万 和Kimi谈谈谈大使的情况 明天就期结 恒指现在在10天、20天和50天线下 官网后市 预期12月中 会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加上美元的美汇指数 持续会员 人民币向上 你怎样看港股到年底的走势 暂时看到港股进行一个调整期 但走势来说 亚洲市场方面是其中一个比较弱的板块 因为刚才也有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看到美汇指数已经在103至104的水平 港股和美汇其实是有一个反向的关系 就是如果美金弱 美汇弱的话 港股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反达 不过大家每次看到 港股好像在18,300这个位置 阻力都挺大的 都可能会有一些淡仓 令港股有压力跌下去 但其实大家总体上 现在人民币的走势已经向好 今年如果看到人民币最高位的时候 大概是7.34% 大家担心会继续持续变积的时候 人仔最近是非常聪明的 都已经看到到7.15%这些位置 但是看到港股仍然不上不下 所以暂时板块的走向 在港股方面 指数都继续在大概16,800至18,300 这个水平是先陪伴的 特别要留意在17,300这个位置会不会穿破 特别昨天也看到17,300这个位置 在港股仍然不上川普的时候 突然间美市又弹回向上 夜期的时候 暂时都看到走势都是偏向下为主 所以港股暂时都是走一个格局的走势 还要持续观察 我们下期见 再见